208匹馬力車身粗礦線條 五黑車頭則增添神秘感 一日車用這台QX30 點燃2018豪華車大戰 7吋觸控螢幕搭配360度環境顯示系統 售價是168萬起 這一台車它很多的一個 這個引擎底盤的一些動力系統 其實源自於這個 跟賓士共同開發的這個系統 所以一般來說 普遍的消費者會覺得 它的這個CP值相當的高 不過其他同級車各有所長 急速奔馳 它是第二季將登場的Volvo XC40 售價較高 約要200萬 但強打安全性 不論是朝牆壁滴滴龍 還是大卡車從側面插進來 車身粉碎 但裡頭假人安然無恙 不過另外這家英國車商 也很懂得怎麼吸睛 下半年將登場的這台Jagra E-PASS 售價同樣落在200萬元 最大輸出300匹馬力 甚至能270度翻轉飛越15公尺跳台 話題性十足 一樣競爭很激烈的還有機車市場 現在就有國產機車把重機的規格下放到125機車 就像是我現在只要按一個鍵 機車就可以在1秒發動幾乎是過去的3倍快 雙層LED大燈投射面積更廣更安全 油耗表現1公升能跑51.1公里 號稱是同價位裡第一名 我們現在送的話是有那個MOTO GP塗裝的限量安全帽 然後分歧零利率 可能會比之前成長百分之可能20%到30%左右 汽機車不約而同鎖定豪華戰場 就要瞄準懂得享受的小資族 東森採經新聞的這張得深台北採訪報導